今天我们就是第一节课的话就是 随便随便教大家写第一个 写第一个程序就是Hello World 然后我们还会写一个简单的功能 去除这个版主这个广告 打开这个装好的这个一个插件 这个一个插件这个我们这个插件往上 找插件往上它是有下载的 它有它有相关的视频 它是怎么安装的 打开这个管理面板 管理面板 它就会看到这个 嗯 标本列表 从这个新增一个 新增一个这里是不应的王子 我们这个有个名字 这个Job名叫什么名字 然后这个地方就写我们真正的这个Job名 这个Job名的话我们 连线写好了我们也复制一个 它这个就是我们用VS 主要一般都是用VS课的一些 按Counted S Counted S 它就保证好了 保证好了我们就来试一下 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输出 输出它都稳 这个地方按一下F F12 F12它就能够看到这个输出的这个面板 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给Avent 这个要改一下 这个改成一个新 这个是匹配网址的 然后再看Counted S 保证一下 刷新一下 这个第一个教本就写好了 这个它就已经输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一个稍微这个简单 SGE的这个功能 就是平常我们搜索白兜的时候 或者是搜索其他 搜索引擎的时候 这个对于广告 其实这些广告可能不是 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游户脚本 就把这个广告这个去掉 我们这个脚本我们再改一下 这个第二条代码 它就是把那些广告去掉 这是写好的 这个大致意思就是一个循环 把这个广告信息去掉 Counted S保证一下 看这个原来是有广告字的 然后刷新一下 这些广告线广告它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再收回一下 看它也是没有广告的 正常情况下它都是有广告的 所以它这个脚本它是比较简单 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意义 就是能够解决一些事情 刚刚我们教学的就是 认识一下这个脚本 然后开发了第一个脚本功能 后面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去处 摆住广告的 然后学习这个游户脚本 要具备哪些知识 主要是要是前段的一些知识 就是HTM DS CSS这些相关的知识 这些知识哪里学习 到时候我们都会在对应的 这个资料里面都会有的 这个主要是W3C 它这里面有 然后可能有些网友会问 这个学习这个东西简单 我们这个东西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是从简单到复杂教学的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系统的课程 去教学的 然后把一些有配套的资料 和相关的代码 然后代码都会有注视的 我们就不是针对这个知识点去讲 讲的话可能就是很抽象 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功能去讲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去广告的 或者是我们要讲一个网页结束限制的 或者我们要讲一个电商数据产息的 我们就通过这个功能去讲解 第一个课程就结束了 到底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 或者是那些有问题的 就是到时候可以 下次的课程 在下次的课程里面改进 谢谢